2012年6月28日联合国通过决议 将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、世界幸福日 一指在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意识到幸福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联合国每年将对全球150多个国家进行调查和分析 并公布一年一度的世界幸福报告 而国际幸福日的标志 Helios 在希腊语中的含义为太阳 象征着每个人都有带给世界各地人们幸福的无限潜能 今年也是世界幸福报告发布的第10周年 这份报告使用全球调查数据 报告全球150多个国家的人们如何评估自己的生活 2022年世界幸福报告揭示了黑暗时期的一盏明灯 疫情带来的不仅是痛苦和苦难 也增加了社会的支持和善意 当我们与疾病和战争的祸害斗争时 必须记住对幸福的普遍渴望 以及个人在非常时期的时候 团结起来互相支持的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摄影